問題是我們要經過在3月、4月這兩個月 究竟我們現在怎樣呢 我們要看看大環境 如果從環境去推算 我相信是會挺難的 當然要看看某方面的人怎樣 因為影響經濟真的很重要 師傅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我們理解零售、旅遊業 2019年的下半年受著各種事情衝擊 都已經是不好的 亦都預計2020年就會有問題 很多結業潮、裁員潮 結果不用他們推斷 直接再來一招肺炎事件 直接大家都抱著仆值 不是攬炒 直接是仆值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上天懲罰 這個就是天意 師傅 其實零售旅遊 除了金融 在香港都佔相當強的百分比 經濟支撐 其實你覺得什麼時候會好轉呢 我記得我們今年的立春那天 2月4日立春那天就是丁丑日 你記不記得我們說過牛那天 我們講春流那時 那一節我們解釋了那天的日元是什麼 在西邊就是耕仲 大利西方那一集曾經說過日元 既然日元我們又回到這裡推算 剛才我也講過 如果你從那個大氣後 根本就真的做不到 但是希望那個就是丁火的人員 如果我們要經過了三月和四月 這個神月裏面之後的土灰火之後 跟著我們用那個火下令的時候 所以我剛才講過了 五月後就會有機會從上了 所以我們要跟回剛才的文章說 以元樂角度 我剛才回答你元樂角度 就是因為我們用那個木火的喜用神 去扶植我們今的立春的日子 所以在五月後就慢慢都會恩恩養名 恩恩養名之後我們當然了 那木火的行業 首先呢 希望很多酒樓啊行業啊那些會先復 零售業呢也都會相繼有得做的 絕對有得做 但是你說反而呢 金融呢我想這個期間呢 就會少少會有些微調整降落一些 那應該呢 去到五月後呢 整個社會都會慢慢穩定繁榮的 OK 那都是講一句啦 其實我相信呢 我們的香港人呢 都不會希望我們香港死的 是不是 那所以呢 生於師、長於師 怎麼會希望自己的地方不好啊 正確 那所以呢 各位就自求多福